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主丘吉尼玛仁波切将佛陀的这项开示铭记于心 这位在世界上享有美誉的禅修大师 尼泊尔·加德满都·嘎宁谢朱林寺住持 对于朝圣的巨大加持力明了于心 出于深切的悲心 仁波切成功发起了朝礼佛所授记 指四大圣地的旅程 仁波切的所有弟子 嘎宁谢朱林寺 纳吉尼寺 出家中再家中 达玛仁学会学生 前行月年度项目 达玛仁 尼泊尔·加德巴哈尔区 绿杜姆三圣法成员 让炯耶洗自生制佛学院学生 及教职员工 以及所有仁波切的国际弟子 都收到了参加此次朝圣的邀请 仁波切无私承担起 照料全部朝圣者的责任 他为两千位由尼泊尔启程的朝圣者 提供一切住宿 饮食 及旅行所需的华销 依靠上市的加持 寺院管理团队细心安排 所有后勤工作 确保大家在整个行程中 感到舒适 安全 在如此周到细致的照料之下 朝圣者们得以一心不乱地 专注于纯净发心的修持 并深入品味本次旅程的真正意义 2022年12月26日 丘吉尼玛仁波切 开启了朝里佛陀四大圣地的朝圣之旅 同行的还有36两巴士 所承载的两千位弟子 大家由加德满都出发 跨越460公里 于12月27日晚 抵达菩提加耶 第二天是休整日 大家休息调整好状态 准备迎接无比殊胜的行程 在佛陀获证圆满正觉的菩提树下 任波切带领大众连续进行了 为期三天的祈愿法会 任波切同足骨金阳锡任波切 错尼任波切 以及包括出家众 出家众居士众在内的全体朝圣者 一同为一切友情发下殊胜大愿 愿等空一切友情 宿正如来大悲智慧 永离诸苦 横注无坏寂静 妙安乐 沐浴在善法加倍力 与变满的法喜之中 丘吉尼玛仁波切 携弟子众 共同前往第二大圣地 路也愿 佛陀成道后 初转法轮之地 跨越247公里 朝圣者团队于1月2日清晨 抵达路也院 路也院国际宁玛佛学院 以温馨的早餐 迎接所有的朝圣者 稍后 任波切在佛学院 为大众开示四法印的教义 并讲解了路也院的深刻重要性 享用午餐后 任波切带大众弟子 前往殊圣佛塔 一同祈祷发愿 并在佛陀本人 初次传授佛法的圣地 为大众进一步授予精妙开示 期间 弟子们以极大的前进心 一心专注地地听教法 当夜晚八时 朝圣者团队 共同赶赴第三处圣地 居施纳皆罗 佛陀入大般涅槃之地 因为大众弟子的前进心 朝圣者团队得以在夜间 轻松跨越二百四十公里 由陆野院成功抵达居施纳皆罗 抵达目的地后 柬埔寨寺院 被大家奉上早餐 朝圣者们以极大的慈爱 感恩和前进心 在佛陀世纪图皮处祈祷发愿 两千位朝圣者将转绕圣地所积累的 不思议身广福德 悉数回向一切友情众生 当日下午三时 沐浴在佛力之中的前程朝圣者们 出发朝礼本次行程的最后一站 圣地兰皮尼 五等无比导师 释迦摩尼佛降生之地 历时七小时 跨越一百七十四公里 朝圣者团队踏上了这方神圣的大地 任波切新晋洛城的寺院 吉祥土灯谢朱临寺 为两千位朝圣者 在寺内及周边寺院 准备了晚餐和住宿 第二天 是个充满爱 喜悦与前进心的日子 清晨 所有朝圣者相聚摩耶夫人寺 共同唱诵祈祷 转绕圣地 下午在吉祥土灯谢朱临寺 一同唱诵祈祷文 修持会共法 一月五日 佛陀四大圣地朝圣之旅 获得圆满 所有朝圣者们 怀着满满的爱 慈悲与感恩 回到了迦德满都的家 在更为深入的 前进心的鼓舞之下 朝圣者们发起了更为坚定的决心 誓愿精进修行 证得与世尊释迦摩尼佛 无二无别的智慧 佛教中的朝圣 发愿 供养 以及布施等修持 都是帮助心灵 发生核心转化的重要方法 而心的转化 则是佛法的核心 转化 起始于决心和勇气 我们主动选择改变 选择转化 选择与我们本具的自然相连 并圆满开显 那最为完整的潜能 朝圣期间 在任波切座下 众多弟子誓愿戒除恶习 并改善与亲友的关系 愿所有潜心者的善愿 能够迅速圆成 从而以全然的觉醒 来诚实一切友情 愿我们都能够精进修持 活在慈爱与大悲心之中 让我们随喜他人的善德 我们随喜您的无私之耻 并将善根回向一切友情 南无释迦摩尼佛 南无释迦摩尼佛 南无释迦摩尼佛